中央这项对台大动作 让台独势力感到前所未有恐惧 昨天国台办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宣布咱们大陆29个官方部门为台湾方面联合送出了一个超级会台大礼包 不仅要为台资企业提供和大陆企业同等待遇 还要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和生活 也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而大陆如此满满的诚意 也令台独分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一些台独媒体更是已经被吓得在失控咆哮了 这些台独媒体中症状最典型的当属自由时报 在昨天国台办的会台31条 官方名称为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发布后 这家台独媒体就连续发出了多篇恐吓台湾民众的报道 一会儿说这是大陆的唐衣炮弹 一会儿又警告台湾青年别被蒙骗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云云 流露出一鼓鼓浓烈的弱者气息 不仅如此 自由时报还引用台独政客与秀莲的话 称此项会台措施是比武夏更加厉害的 柔性统一台湾就是在逐渐吸纳台湾人民 让台湾人不能有台湾密室 并要求蔡英文当局必须想办法应对 更魔幻的是 除了自由时报 还有一家台湾媒体也在跟住台独分子 对咱大陆的会台政策表达了强烈的否定情绪 可这家媒体居然是境外的邪教轮子 攻在台湾开设的大忌愿望 当然 大多数理性的台湾民众对于台独和邪教分子的恐吓和嫁祸不仅无感 甚至还吐槽说 有本事你们也对大陆来一发唐一炮弹啊 而台湾诸如联合报等媒体也在其报道中清楚地写道 由于台湾两党不断政治内耗 台湾的经济一直远地太步 薪资更是20年不变 反观大陆经济飞跨成长 已有9省GDP超过台湾 就连台北的平均薪资去年也被北京超过 更别提大陆在很多高科技方面也领先于台湾 联合报还进一步写道 然而 面对真正理性的台湾舆论的质问 台湾的陆委会目前给出的回应却是 这些只是口头承诺 悔而不识罢了 嗯 可能对于蔡英文政府看来 还是让台湾老百姓都去公厕抢卫生纸更实在些吧 昨天 郭台办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宣布咱们大陆29个官方部门为台湾方面联合送出了一个超级会台大礼包 不仅要为台资企业提供和大陆企业同等待遇 还要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 创业 就业和生活也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而大陆如此满满的诚意 也令台独分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一些台独媒体更是已经被吓得在失控咆哮了 这些台独媒体中症状最典型的当属自由时报 在昨天国台办的会台31条 官方名称为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发布后 这家台独媒体就连续发出了多篇恐吓台湾民众的报道 一会儿说这是大陆的糖衣炮弹 一会儿又警告台湾青年别被蒙骗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云云 流露出一股股浓烈的弱者气息 不仅如此 自由时报还引用台独政客吕秀莲的话 称此项会台措施是比武夏更加厉害的 柔性统一台湾 就是在逐渐吸纳台湾人民 让台湾人不能有台湾意识 并要求蔡英文当局必须想办法应对 更魔幻的是 除了自由时报 还有一家台湾媒体也在跟住台独分子 对咱大陆的会台政策表达了强烈的否定情绪 可这家媒体居然是境外的邪教 轮自动在台湾开设的大忌愿望 当然 大多数理性的台湾民众对于台独和邪教分子的恐吓和嫁谷不仅无感 甚至还吐槽说 有本事你们也对大陆来引发唐一炮弹啊 而台湾诸如联合报等媒体也在其报道中清楚地写道 由于台湾两党不断政治内耗 台湾的经济一直远地太步 薪资更是20年不变 反观大陆经济飞跨成长 已有9省GDP超过台湾 就连台北的平均薪资去年也被北京超过 更别提大陆在很多高科技方面也领先于台湾 联合报还进一步写道 然而 面对真正理性的台湾舆论的质问 台湾的陆委会目前给出的回应却是 这些只是口头承诺 悔而不识罢了 嗯 可能对于蔡英文政府看来 还是让台湾老百姓都去公测抢卫生纸 更实在些吧